台电自1990年设立奖助学金 帮助50万名的学子求学 并且追寻人生梦想 累计发出的追梦基金超过了20亿元 而今年台电再度串联了全国20座电厂 发放超过6000万元的奖助学金 有16000位的同学受惠 台电也期盼受奖学生 在长大茁壮之后 也能够帮助他人创造社会的正循环 台电东部发电厂梦想并联 2024台电奖助学金 今年颁发了6000多万元 帮助电厂辖区内优秀学子 有能量可以努力向上完成学业 最主要是要回馈我们的地方乡亲 就是电厂所在地的一个乡亲 鼓励涉及在这边的一个学子的话 能够努力向学 追逐自己的理想 那我们今年的人数也相当多 就是华华人数有1183位之多 最主要是涉及在秀宁乡 还有吉安乡 吉安乡有甘城村 还有那个南华村15到17岭 还有西口村 这些涉及在这边的一个学子 那今年特别的一个奖 奖助学金都要有一个叫做特别助学金 特别助学金的一个设立 最主要是就是要奖励那些就是补助 就是家庭经济状况突然一些发生变故的一些家庭 所以说我们奖金的发放金的有比较多一点 最主要是要协助他们在困境中能够努力向上学习 那将来学有所长 能够宽转人生 追逐自己的影响 台电奖助学金鼓励电厂周边的低收入户 欲重大面固 五欲优良 还有才艺优秀学子 依奖项及个别学生情形 颁设了五类的奖项 奖学金颁发金额最高是三万块钱 而特别助学金最高是五万元 奖助学金创立三十年来 持续帮助了五十万名的年轻学子成长逐梦 发出的奖助学金超过二十亿元 台电希望借由奖助学金 鼓励电厂周遭优秀及侵寒学生 追寻梦想 让学生没有经济之忧 专注在学业 未来也可以回馈社会 借理会幻视报导